房地产买卖中的FIRPTA到底是什么? 2.USRPI包括 1.对美国境内的土地、房屋、土地附着物 以及与不动产使用有关的动产 如农用机械、享有的所有权及其他利益 2.在美国房地产控股公司中持有的股权及其他利益 通常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时间 一家公司所持有USRPI的公平市值 超过其美国境内外所有房地产利益的价值 以及其他用于商业目的的资产价值总和 那么该公司即为USRPHC 3.缴多少税 如储之方为非居民外国自然人 则处置所得 视为与其在美国从事商业行为有关 和美国公民适用同样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根据个人婚姻状态、报税方式 所得收入等不同 适用不同税率 如储之方为外国公司 则处置所得同样视为 与其在美国从事商业行为有关 和美国公司适用同样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为了确保能从外国纳税人处征得相关税款 FIRPTA规定自2016年2月17号起 原则上当外国人处置USRPI时 受让方有义务预先扣除相当于 处置价款全额15%的指定税额 处置价款全额包括以下金额的总和 一、以支付或贷支付现金 二、其他已转让财产或贷转让财产的公平市值 三、转让前后 受让方为该财产所付 或该财产上所付任何债务金额 零五、受让方的报告义务 受让方需在转让日后20天内提交 向IRS提交from8288和8288A 报告并支付USRPI交易中预扣的所得税 我们在达 notinformation 我想说时间联hã利是切分化 底 evol practical数 请别说出来 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三、二 犹一、三、三